还没 你吃了吗 我吃了 不好意思 胡哥继狼牙榜之后又一例做猎场 今日在长沙举行开播发布会 作为国内首部聚焦猎头行业的电视剧 也是胡哥事隔两年回归迎评的代表作 其实我一直想做一个那样的演员 就是 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是记住 我爱你的角色 而是中国人的我 一出来就 近乎完美的一个人物 虽然他身体很弱 但是他有非常高的智商 他是一个一上来就被人仰望的这样一个角色 但是这都不一样 他刚出场的时候 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草叛 然后 在他这十年的经历当中 他有好多次的洗洗服 甚至有几次把他打入了 比原先更低的低谷 那这个角色他的魅力是在于 每一次他被打到低谷的时候 他是如何再慢慢的爬起来 站起来 然后走到更高的地方 梅长苏呢 他可能离现实生活比较远一些 他是一个更传奇的一个人物 可能对表演来说 我觉得郑春风更考验演技 以前看剧本 我会觉得那个角色是写出来的 可能需要靠我的演绎 去让他更贴近现实中的人 但是当我看到郑春风的时候 我相信他说的话 我相信他经历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到的 而且所有的事件都有他的魔际 都可以找到原因 都可以找到内心的动物 原先我 我觉得我生活的缺失 是因为工作拍得太满了 后来我发现 可能这是我自己 找了一个借口的理由 因为当我把时间归还给生活的时候 我发现我依然不知道 怎样去过一个完整的生活 所以我找到真正的原因 还是在于我自己 并不是工作或者是环境的造成 可能我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有一句话我也觉得 可能我挺矫情的 想法很多 但是一直又给自己找回忍 理由和借口 然后现在自己也亲自去经历过 想做的事 也去做 也去尝试 然后现在知道 哪些事情是我目前做不了的 或者说哪些事情我已经过了 无歌坦言相比其他自带光环满血复活的角色 更享受新角色被虐的过程 而谈及这两年的改变 胡歌也是诚意满满 小颜不会有以前那么多了